哪一個孩子顧一下媽媽 親生母親 後來有一次 那時候 可能我媽媽也要顧起 我養母那邊的感受 所以就一直沒有來 偶爾久久打個電話 問說我怎麼樣這樣子 有一次那時候 我養母正好不在台灣出國去了 家裡面就只要我跟我養父這樣子 然後我的生母就來看我 我一直跟我生父在一起 我的生母就來看我 那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我一看到我媽我就 我們母女二人抱頭痛哭 後來大了以後我就問她說 媽媽妳是不是 其實妳 妳是不是因為對我生父的恨 所以家住在我身上 這麼多年來 當妳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情緒的時候 就把這情緒加速到我身上來 可是我媽說沒有 她不承認